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行文化的品位和感动 两岸年轻人是互通的 而台湾年轻人在TikTok上观看的视频 多半在大陆版抖音上也都有 正因为是这种内容的共通 不少台湾青年从没来过大陆 却对大陆热门的APP了如指掌 熟知大陆网络上形形色色的流行语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 大陆互联网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许多应用软件在全球展露头角 拥有大量粉丝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 因为个人兴趣 自发使用这些APP 还成为内容创作者 在大陆网络产业浪潮中 找到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两岸交流合作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大陆APP受台湾年轻人的欢迎 是因为这些APP好用 好懂 好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更是台湾年轻人提高生活质量 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种方式 而一些政客为一起私利忽视年轻人的需求 一味妖魔化大陆APP 那真是荒诞至极